大家好,这里是和秋月一起学Office之PVT篇,我是小美,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使用字体,让你的个人介绍PVT更有个性特色。 在开始本节内容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可以使用文本框工具,制作出这个样子的个人简介了。 在制作这一页PVT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新建文本框,移动文本框,调节文本框的大小,还学会了为文本框中的文字设置字体、字号、行距的方法。 本节课,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再进步一点点,把个人介绍PVT做得更加有个性特色。 首先呢,我想先让大家看两个版本的PVT,这两页PVT排版完全一致,你觉得哪一版更好看一点呢? 这个问题简直是送分题,是吧?当然是左边的更好看啦。 左边苗条柔美的字体,一看就让人联想起一个软妹子的形象。 右边的字体又黑又硬,还胖乎乎的,这和我们小美的形象出入也太搭了吧。 是的,在PVT里面,文字不但可以通过词译来传递信息,还能通过不同的字形来传递内在的感情。 所以我们在制作PVT的时候,通常需要根据用途和播放场合的不同,为PVT里的文字设置不同的字体,营造不同的气氛。 不过Windows系统里面自带的字体是非常有限的,你在别人的PVT里看到的那些漂亮字体,大都需要额外的下载安装。 一般来说,要使用一款新的字体,要经过下载、安装、使用三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学习如何下载字体。 下载字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情况一,你知道自己想要下载的字体叫什么名字? 比如刚才我们看到小美柔美苗条的文字,使用的字体叫做正庆科黄油体。 直接搜索这款字体的名字就能找到下载链接。 我们点击第一个链接,点击下载地址按钮。 这里一下子出现了很多个下载地址。 我们只需要点击其中一个,字体就开始下载啦。 看,我们的字体已经下载好了。 不过啊,对于初学者而言,恐怕大都说不出几款字体的名字。 更多的时候只是知道自己想要某一类,比如卡通风格的字体。 这种情况就可以到找字网上看一看。 比如我们要找一款卡通字体,那么通过浏览器访问3w找字.cn进入找字网。 轻轻下拉网页,点击分类插早。 在新页面的外观形态分类中,点击卡通动漫。 网站跳转之后,我们就能看到非常多的卡通风格的字体了。 如果你不太确定这款字体用到自己的PVT里是什么样一种效果, 可以在字体列表顶部的这个文本框中输入你想要套用的文字。 比如我们输入多拉A梦,然后点击右侧的演示效果按钮。 这样所有的字体都会以你输入的文字为准进行展示。 合不合适,一眼就看出来了。 除了根据风格来浏览字体,你也可以直接点击字体大类中的中文字体按钮, 查看所有的中文字体的效果,或者也可以点击下面厂商分类进行浏览。 第三种情况是,你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发现海报广告上的某款字体还不错, 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又无从搜起,这又该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情况,求字体网站就能派上用场了, 你只是要把目标文字截图保存下来, 然后访问求字体网站, 点击搜索框右边的小图标,上传刚才保存的文字图片。 网站就会进入到确认单字环节, 在这个环节,我们发现小字被按照笔画拆成了三个部分, 需要我们手动将这三个部分进行拼合, 然后确认单字或纠正,完成以后点击开始搜索按钮, 会弹出继续识别确认菜单, 这时候我们发现小字识别正确了,但是美怎么会识别成了夹呢? 赶紧纠正一下,确认无误以后点击继续识别按钮, 就可以进行识别了,值得提醒的是, 有时候计算机建议拼字会出现不准确的情况,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识别结果列表旁边有一个填字纠正按钮, 进行纠正以后进行重新识别, 识别结果,网站为我们找到了18个可能匹配的字体, 这些字体是按照匹配程度进行排列的, 通常排在前面的字体匹配度更高, 但有时候也可能排到第二位的字体才是你想要找到的字体, 推荐大家对比图片和字体的效果来进行最终的判断, 同时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 并不是所有海报上的文字都是使用字体输入的, 有很多的标题或者logo的文字都是设计师专门设计的, 或者是将某些字体进行了变形和修饰, 这种情况求字体网站也无法准确识别哦, 回到我们的案例这一页, PPT所使用的字体分别是正庆科黄油体和优舍好身体, 现在就请你使用前面学到的方法, 下载好这两款字体吧, 前面我们说过, 使用一款新的字体包含下载、安装、使用三个过程, 现在我们已经下载好字体了, 那么接下来就该进行安装了, 字体文件的扩展名一般为TTF或者OTF, 直接双击打开字体文件, 点击安装按钮, 就可以将这个字体安装到你的电脑里了, 有的网站下载的字体文件被打包到了压缩包里,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先双击打开压缩包, 然后再打开字体文件, 最后选择安装, 如果你同时下载了多款字体, 也可以框选这些字体, 然后点击右键选择安装, 一次性将这些字体安装到你的电脑里面, 有时候你明明完成了字体安装, 但是在PowerPoint的字体下拉菜单中, 却找不到刚才安装的字体, 这个通常是因为你在安装字体的时候, 没有关闭掉PowerPoint的窗口, 现在我们只需要将PowerPoint的所有窗口都关闭掉, 然后重新打开, 就能够在下拉菜单中找到刚才安装的字体了,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不方便关闭PowerPoint, 也可以直接在字体选框中输入刚才安装的字体, 比如优设好身体, 然后回车确认, 这样也可以完成字体的指定, 不过使用这个方法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因为字体的真实名字, 与网站上列出的名字, 有时会有所不同, 比如白舟白语书体, 它在字体列表中并不是叫这个名字, 而是叫做HAKUU, 如果你直接输入白舟白语书体, 那就肯定没办法指定为正确的字体了, 完成了本案例中所需要的两款字体的安装, 现在就可以开始设计我们的个人介绍PPT了, 首先我们使用三个不同的文本框来输入文字内容, 别忘了使用段落文本框来粘贴内容比较多的简介部分, 选中小美的文本框, 将其设置为正庆科黄油体, 110号子 移动到一边 接下来选中段落文本框, 将其设置为优舍好身体 26号子 行1.3倍 完成设置以后, 点击段落功能区的右对齐按钮, 将其右对齐, 并且拖动段落文框右侧的框线, 使其实现真正的对齐, 选中英文文本框, 将其设置为正庆科黄油体, 60号子, 点击段落功能区的文字方向按钮, 将其变为竖排, 注意千万不要手动回车, 把单词变为一行一个字母的排列形式, 这种排列方式是非常不规范的, 调整文本框的位置, 按照案例中的样式进行摆放, 不过在摆放简介和人民文本框的时候, 要注意, 由于简介文本框中末尾存在标点, 所以当这两个文框进行右对齐的时候, 我们来试一下, 在视觉上来看, 两者并不对齐, 所以我们需要手动移动断楼文框, 实现它与人民文框视觉上的对齐效果, 最后, 将小美的名字填充为红色, 简介文字填充为浅黑色, 英文名字填充为灰色, 这份小美的简介就做好了, 好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本杰克所学到的知识, 第一, 字体是传递PPT内在情感的重要手段和渠道, 一份好的PPT所选用的字体, 应该符合这份PPT的风格与定位, 选择字体的工作至关重要, 第二, 搜索字体方法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而各有差异, 当你知道字体名字的时候, 直接使用搜索引擎搜索就可以了, 当你只需要某种风格的字体时, 可以到找字网进行浏览选择, 如果你想要找一款特定字型的字体, 却又不知道它的名字, 那就把它的截图上传到求字体网进行识别搜索, 第三, 安装字体的方法是双击打开字体文件, 点击安装按钮进行安装, 或者右键点击字体安装, 新安装的字体通常需要关闭Office软件后重新打开, 才能在字体列表中正常显示, 第四, 除了在一开始就使用竖排文本框进行文本输入, 对于已经输入完整的横排文本框, 也可以通过文字方向的命令将其调整为竖排, 另外英文单词请注意竖排时的规范, 来看看今天的作业, 除了根据课程完成案例的模仿以外, 请利用本节课所学到的知识, 判断这份海报上大字部分是什么字体, 并完成搜索下载安装三个步骤, 每天进步一点点起跑线上就领先, 咱们下节课再见咯!